吴尼朗 咪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文创园区将举办第三届的2024花莲食农博览会 那么24号是正式的展开 随着食农教育法在2022年通过立法 食农教育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 花莲县政府更连续三年荣获全台食育粒的大调查五星城市的殊荣 那么今年的食农博览会规划了永续渔法之一的定制渔场等比例模型 花莲县常见的渔获 推荐食用渔种的介绍 县长徐振卫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花莲文创园区集办2024花莲食农博览会 2022号正式展开 而这次展览博览会供进有40个摊位 汇集了如风食公益饮食文化交易基金会 看善基金会 加勒服文教基金会 花莲县海洋生态保育协会 以及中华精神协会等多种推动食农以及食语交易的组织 好山好水 尤其是我们的有机跟踪面积是最大 当政策在支持的时候 我们的农业就像有一个大的运气往前迈进 这就是一个有需省心 所以除了我们倒坐我们有机跟踪面积最大 我想在这两年大家深深有感 农卫有感 农民有感 我们政策的支持 让我们的血统每一个月喝三次的有机豆浆 而也就因此花莲县的有机黄豆 有机杀粮 我们现在的跟踪面积已经是全国最大的 所以要不要掌声一下 然而这就是我们在做很多政策性的支持的时候 让花莲不断的迈向有序 活动期间 花莲当地的艺术表演者特别设计舞台 聚将联盘演出 让民众享受文化的同时更深入了解食农交易的重要性 参观者只需要在使用脸书IG标注2024花莲十农博览会 即可到福台领取既定赠品 16岁以下的血统也可以领取场关卡 完成之后可以获得既美既定品 虽然有限先得闲赢 记得终于花莲视频道